普里镇历图书馆多年来进行老照片征集的活动 希望借由老照片的历史背景来还原一些当时的历史片段 官方也希望证明们能够提供更多的老旧照片 让普里图书馆电子化存档 一起将普里早期的历史记忆拼奏起来 将普里的珍贵文化找回来 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还原普里镇早期历史文化 普里镇历图书馆多年前就开始进行 征集普里镇老照片的活动 官员陈一方表示 透过老照片去考究它的排序背景 并且服以当时的一些史料 就可以将一些历史未记载的珍贵文史评集起来 因此希望证明如果家中收藏老相片 能够提供给图书馆做数位保存 并且能够介绍相片的背景资料 一起将普里珍贵的历史留存下来 图书馆近年来很努力的在 广泛的收集普里的老照片 来评测普里更多更珍贵的历史 那希望更多的乡亲能够热烈的提供 更多属于普里的老照片 让图书馆来进行数位保存的工作 更有利于乡族教育的推广 然后让普里珍贵的史料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让大家都身为普里人为荣 议员陈宇军表示 透过老旧照片的收集 将普里早期的一些记忆 一点一滴评凑起来 进而还原当时社会的背景与文化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希望正名都能够一起来响应 找回普里珍贵的历史 流传给下一代 普里从日据时代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值得 去研究的一个小镇 那目前呢 这样子的一个史料 要让它更丰富更完整 有来我们全部的 我们普里正名 大家一起的协助 不管是一些文史的史料 或者是书籍 或者是照片 那比较家庭式的生活化的 这些照片都可以提供 给我们的正立图书馆 不需要捐给图书馆哦 图书馆现在有最新的设备 可以帮大家做一个扫描的动作 这样子就可以把 这么珍贵的史料保存起来 而且呢 经过大家不同的这个年代 或者是不同家族的 一些珍贵照片的收集呢 更可以让我们的 整个普里的史料呢 像拼图一样 把它拼成一块 完整的资料出来 普里是一个多元族群 融合城镇 在文化内涵上 也是相当的丰富与精彩 官方希望 乡亲们能够共同合作 让老照片 拼凑起普里珍贵的记忆 将普里的珍贵文化找回来 流传给下一代 记者蔡世奇 普里采访报道